Hello,大家好,Sam 今天拍這條影片就是講解一下 在這個香港寄的物件過來 有什麼渠道選擇 和一本的費用多少 這個拿快遞 你查一下我身份證 有兩個快遞要拿 如果有時候你想寄一些東西 不想給關稅 因為我這裡是要給200多元關稅 如果你限郵政就不用給的 這個是我自己分享一件事 Hello,大家好,Sam 今天拍這條影片就是講解一下 在這個香港寄的物件過來 有什麼渠道選擇 和一本的費用多少 今天我就是主要來順豐這裡 拿兩個件 這個是本來地址叫衛東 但我們就要去到打灣這裡取件 衛東這個衛港灣這裡沒有得取的 今天過來就是取兩個件 第一個就是客戶簽了的這個 網簽合同寄過來 因為它是3月份那時候寄的 很久了 那時候疫情的期間 就到現在才可以到這裡 即是隔離都很久了 但我有一個就是機頂盒來的 在香港買的 那國內沒有的 沒有得買的 那我都是5月份寄 走順豐 也都是這個時候到了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 我買機頂盒 第一次買就是走郵政的 就不用給關稅的 那時候帶郵政都是叫它為廣灣 但是它就去了衛東的遠城那裏拿的 那這個是第二個機頂盒 是另外一個牌子 因為我要試一下是哪個更加好用 那它是這個機頂盒走了順豐 那時間上是略略快一點點 但是那個要給關稅了 我今次要給200多元的關稅了 那ok 那我就拿我自己的身份證 那就去給她去拿 那另外一個件呢就是代拿的 因為那個收件人就不是我 是黃小姐 那但是她拍了照 拍了她的身份證給我 那我想應該都是沒問題的 她問過這些都可以拿的 ok 那我現在下去拿件 那這裡 這個拿快遞 你拆一下我身份證 好 有兩個快遞要拿 可以可以 可以 待會吧 國際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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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郵件哪裡啊 國際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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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去啊 這裡去 這裡去 有幾個 有幾個有兩個 有北亞 垂頸馬 回台了哈 一個是這個起見馬 有沒有今天呢 還有今天的是吧 到了一段時間的了已經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這個 要給稅費了 要給稅費了 要給稅費 要給稅費 剛剛你第一個在哪裡 第一個 不是今天到 都是已經到了很久了 到了一段時間吧 我看一下 我看好像是 你覺得是那個 結得住是吧 對啊 前兩天到了吧 6月30號到了 我給上手 我走 一個是6月30號到的 那我去哪裡來呀 你拍個照吧 你取過來吧 你是不是那個姓魚的 不是 他就是你 我拍個照 那我給他看 我現在就在這個 大亞灣這個華南電財城這裡 那 我買的那個 機底盒其實是6月中就到了 那是5月份才買的 但反而我的客戶 他寄文件是3-4月份寄的 6月30日才寄 我記得那段時間因為疫情最嚴重 所以他對文件檢查得很嚴重 反而這個是有點滑稽 那他稍後過來我就再拍給大家 我只能這樣說一下 如果有時候你想寄一些東西 不想給關稅 因為我這裡是要給200多元關稅 如果你限定油證就不用給的 這個是我自己分享的 無緣無故買東西 因為以前我在香港也試過買相機 過關忘了拆開東西 又是給入境關稅也是很貴 那不值得 第六條數目更貴在國內京東買 我在京東買還有七天無理由退款 我變成去香港買退也退不到 退一次我去一次坐高鐵去也很麻煩 所以如果是買東西 你現在就要這樣去對比一下 那你說如果自己有些物件 但是你說好像那些 那些酸枝啊彈木啊那些家具 你說分開寄都不行呢 可能都不行的 因為它要申報的 你是水的貴重的木材 即是拆件來寄 我就沒試過 但是一般你說 因為我記得那些是電子產品 但是我上次在郵政那裡 是沒有給這個關稅的 OK 那我等一下到了 我就拍給大家看 那現在快递到了 快點到了是吧 這個是 Glenn其 相zes Schccld 我是憑會有什麼 的 這個是機頂盒啊 這個是文賤 這個是文賤 етр influx BV他人 SPEC 三百一十四个 哇 不是两百多 我觉得是三百多 他发给我才两百一十一 一个税费 还有一个六十 还有一个道夫 这是道夫的运费 道夫运费啊 最近两百五十四 你开个照片 所以是两百五十四是吧 还有一个运费六十四 拍个照 问一下商家先 对了 在微信赏码签收 微信赏码签收是吧 对对对 写我的名字就行是吧 对对对 那要不要继续签收 这个 这个不要行 啊 这个不要钱 这个六月三十号才到输 这个人家 这样的时候成功 有点点 哎 这个运费原来是道夫的 贵一贵的 真的贵 好了 现在就拿了两袋东西了 那回去 那机顶刻我又试一下先 有什么就下一回见 谢谢 拜拜 好的 快点 快点